是呀,是很便宜的,500元一架 但是你們也寧願用垃圾 大家好,我是Jer 相信大家都知道,話說近日 有一宗早在幾年前的新聞 再一次引起大家的討論 就是中國製機的電單車 連越南人都不要 裡面就提及到 在很久之前,中國製的電單車 曾經在越南市場佔了超過80% 但是短短幾年之內 就跌到只剩下1% 都沒有 收拾吧 不是吧 跌到1%都沒有 這些放在這裡就很滑 一定是那群越南人 惡意抵制中國製造的電單車 一定是惡意傷害中國十四億人的感情 正正為這群越南人的舉動 引起我好奇 為何他們明明一開始都是搶著中國製的電單車 但是過了幾年 就立即沒有人用 甚至是不敢用的 當中又有什麼原因搞到這樣呢? 難道中國製的電單車真的差成這樣? 最後,作為一位曾經有駕過電單車的人 都想就著這件事 就想分享一些我們個人起發的 在這條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SHARE、COMMENT Subscribe我的頻道 又或者我現在沒有人支持我 如果你想更多點 亦不妨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 又或者IG 好了,事不宜時 我們現在立刻開始 這件事 再說起 在1990年 越南的電單車市場 主要是以台灣及日本品牌主導 當中包括台灣的三洋 日本的Honda Yamaha 以及Suzuki 這四大品牌 而在這四大品牌中 日本的Honda 就最受越南人的歡迎 主要是因為Honda的電單車 夠耐用 又經濟又實惠 所以當時 吸引了很多越南人 就選了一部Honda的電單車 作為代步工具 但如果大家有細心留意這張圖 你會發現 Honda的電單車在越南的銷售數量 由2000年開始 就該出現了斷崖式的下跌 沒錯 就是因為中國的電單車開始出現 當時 中國的電單車就以低價打入越南市場 可能有人會問 到底又有多低價呢 根據資料顯示 當時 日本Honda的一部電單車是賣2000元美金 而中國的電單車是賣500元美金 收拾吧 你真是橫來 橫來讓我花朵 你不知道嗎 由於中國的電單車實在太便宜了 再加上 根據當時 越南的人均GDP 是400元美金都沒有 而在這個情況下 今天有一大群的越南人 就開始轉購中國的電單車 短短只有一年的時間 中國的電單車就已經佔了整個越南市場 差不多80% 好啊不要聽 當時的越南 你真的隨街都可以見到一部中國電單車 正當那群中國的小粉紅 聽到一度就準備除褲打飛機的時候 中國的電單車在2002年之後就立即收了皮 到底為何短短只是幾年 中國的電單車就在越南市場立即收了皮 其實主要是有三大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在2002年的時候 日本Honda 就針對中國低價賣車的政策 推出一部全新的電單車 而定價就只有700多元美金 比原本賣的那部2000元美金的電單車 便宜了一倍有多 你真的玩得這麼盡 直接是浪費你了 雖然這個定價 都是比中國的電單車貴 但是由於日本Honda 它的用料和質量都是相對較好 所以就令越來越多的越南人轉駕駛Honda 第二個原因就是由於日本的電單車 它的技術、引擎、零件 都是由它們自家研發 以及有專門的生產 所以無論在質量控制衣服方面 又或者售後服務方面 都是做得非常好 但是反觀當時的中國電單車 自己的路面 就只是跟日本的公司合作 然後偷了人的技術 然後自己隨便改一些東西 又轉了Logo 就當作是自己的品牌的推出 搞到那群越南人 買完中國的電單車 就個個屁股 就殺了一兩年就壞 壞了又沒得做 直接拿去湯 大哥呀 試問這個世界上 還有哪個品牌的電單車 是可以這樣才行 第三個原因 就是由於中國電單車的出現 就令到越南的交通濟室 污染問題就變得越來越嚴重 再加上中國電單車的零件質量又差 又經常輸入垃圾到越南那裡 最後就令到越南政府真的忍無可忍 所以就大大提高電單車的進口關稅 其實這個時候 日本的電單車公司 就立刻改變他們的策略 跟越南的一些廠商合作 直接在越南當地生產部份的零件 就減低他們的營運成本 但是反觀中國電單車的公司 我不屁股,好像仍然是個傻丫 不思進取 繼續打低價戰 500美元一部電單車沒人買 就降到400元 400元都沒人買 就降到300元 200元 甚至是最後一百多元都賣給大家 而最後,由於中國電單車的成本實在太高 而它所賺到的利潤 又越來越少的情況下 就令到中國電單車 在越南市場中正式收皮 OK? 首先第一 如果有一直看我的影片的觀眾 應該都會知道 弟弟我是曾經駕駛過電單車的 第一部電單車是Yamaha的Majesty 400 第二部電單車就是Honda DN01 所以說到電單車的一方面 我當然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經歷 對不對? 如果你問我為什麼會駕駛日本的電單車的話 不是說,我真的不是說賣廣告 但是日本的電單車真的是很難不開 而且有內容 基本上我駕駛的兩部電單車 是沒有怎樣維修過的 就算我當你真的要維修 但是日本車最大的好處就是 就算你隨便買一間車廠 它都可以幫你駕駛到電單車 還以為是這麼便宜的 所以我很明白為什麼那群越南人 會駕駛日本的電單車 為什麼會一來 電單車對於越南人來說 是一個必要的代步工具 二來越南人本身的平均收入又不高 所以在一個情況下 那群越南人要買一部電單車 其實他們最講求的就是要內用 但是你們中國的電單車呢 對呀,是很便宜的 500元一架,對不對? 但是你們是寧願垃圾 還有我這麼大人 真的沒見過一部電單車 他的評價是可以被人說到 This is dangerous to drive 而且那些優點就只是那些什麼 看起來多好看 又可以做到噪音 嘩,領領的位 Make noise 已經是優點了 所以我記得教導之前 我拍了一部影片 討論中國汽車的影片 有些觀眾留言說 中國汽車是不需要維修的 一壞了就直接拿它努力 初時以為觀眾攪拌一下 但原來是真的 第二我想說的是 可能有些觀眾看到這裡也想說 其實都是中國以前的電單車這樣 現在中國已經很發達 現在中國的電單車不會這樣 老實說 雖然中國製的質量很慘 但我都不否認 近年中國製的質量整體水平是有提高度 由20分升到50分都算是有提高度 我想說 即使你現在看到中國的電單車 好像做得越來越好 但其實它的本質 賣又是一個樣子 就像剛才的例子 20年前 你們中國的電單車公司 都在用低價銷售策略 直到今時今日2023年 你們中國無論是電單車工業也好 汽車工業也好 賣又是繼續用低價銷售策略賣車 其實背後的原因真的很簡單 就是中國的電單車發展了幾十年 除了便宜之外 就沒有其他賣點 不要打我 我人說話是這麼直的 我人很真的 網友的觀眾聽到這裏都會反駁 說到 因為中國的成本低 別人的成本低 所以可以賣便宜一點 又關什麼事? 但得罪點說一句 如果你只是計算生產成本的話 大佬 很多日本電單車的公司 他們的生產線都是遍佈全球 很難聽 Honda 的電單車都是由中國製造的 所以在今時今日的全球經濟效益下 你猜做一輛日本的電單車很貴嗎? 為什麼日本的電單車賣到五萬元? 但是中國的電單車只能賣到三萬元? 其實最主要是有兩大原因 首先第一個原因就是 日本的電單車除了是生產成本外 別人還要有技術成本 引停研發成本 設計成本等等各方面的開支 所以日本的電單車 它所投入的成本又大 它賣的電單車就比較貴 但是反觀中國 當然是技術也是偷日本的 設計也是偷偷的 就像一輛中國電單車 你第一眼看上去的時候 是不是以為一輛是Yamaha R6呢? 但是其實一輛是Yahama R6 收鼻吧 又或者是一輛中國電單車 你第一眼看上去 是不是以為Honda CB300R呢? 但是一輛是Jarger來的 哎呀!老公!老公! 所以你說 你們中國的電單車 又沒有什麼技術研發 什麼引停研發 甚至連設計都可以抄人 那你們所謂的成本便宜就是這個意思 是不是呀? 第二個原因就是 其實你要知道 一個產品的定價其實是雙向的 也就是說日本公司 將它那輛電單車的定價是5萬的話 同時也要令到消費者認為 你一輛車值5萬才會買的 所以大家看到一道 是否終於明白 為何中國的電單車的定價 是可以這麼低呢? 就是因為如果他不能買便宜 就沒有人買他的電單車 哈哈哈哈哈哈 你說什麼呀? 阿星真的發展了幾十年 到現在 今時今日2023年 還在用便宜的優點 大哥算夠了嗎? 那今天就在這裡 第一件事上 我經常聽到中國人說 其實中國的電單車也好 汽車也好 已經在進步了 你給它一點時間吧 但是到底什麼是進步呢? 就是你組好車就叫進步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同感 我自己覺得 每一個電單車品牌 都有它的定位 就像Honda 它是主打平靚正的 又例如Kawasaki 它是玩開爆炸力的 反觀中國的電單車品牌 真的完全說不出有什麼賣點 所以得罪點說 為什麼你們中國的電單車發展了幾十年 都可以成一隻屎 其實是因為 你們造的電單車出來 純粹是為了賺錢 但是別人日本、德國的品牌 人家發展電單車 真的是為了突破的嘛 所以你們真的不要整天怪別人 對你們中國製造這麼有偏見 因為現在中國製造 你們的國產車之所以 有這麼多負面標籤 都是你們一手一腳造成的 收屁啦 最後不知道大家對今一件事是如何呢 最 hours 觀眾都在下方itative 那麼多個 如果喜歡 OUR影片 記得 volunttlike 分享 economicAKE